是你感到像是中国在你欺骗吗 哦 你误会 我可能不想像是这些更清楚的犯罪 这不是负责你的饭食钱 但实际上是负责你的饭袋 你的座椅子 甚至在学校联系 菲律宾国防部长提欧多洛 接受美国媒体CNN专访 他说中共在南海的恶行 有如校园霸凌 提欧多洛还一一举例了 中共所使用的霸凌手段 提欧多洛呼吁面对中共霸凌其他周围国家要挺身对抗 否则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提欧多洛表示 菲律宾政府已经订购更多的空军海军设备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唯有挺身对抗中共 否则将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完整性 时事评论员恒和分析 菲律宾挺身对抗中共 这礼拜甚至还把中共在黄岩岛礁设置的浮动屏障拆除 反而让中共陷入尴尬两难 恒和指出目前中共内部正在整肃军队 所以要升级军事冲突较为困难 但中共若不做出反应 就会被看穿指老虎真相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民燕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